今天的话给一个12迷你换一下电信 然后这个的话是电池效率82% 然后我们换电信啊是超容的2520 啊 这是圆的防水胶 现在加热一下屏幕 苹果12以上机子的话一定要加热 然后滴酒精去查 不然你直接拿刀片的话很容易把屏幕给干坏了 好像生命的话一个屏幕要1000多块钱 像拆12系列以上的最好就是用这个小刀片从侧边把它翘起来 我不要去用吸盘 用吸盘的话有些像12系列时间长了 如果支架焦老花的话 你用吸盘一起直接就出现或者内爆了 就是等着赔1000多块钱 花了点时间 然后就把屏幕拆下了 可以看到防水胶还是在上面12系列就是加热差的话 它焦屋都会在 好 这机子的话也是一个原机来的 像我们拆电子产品的话 不管是手机还是平板 第一步就是把电池断开 现在我们在电池这里打点酒精 然后把它拿下来 因为我们就电信话是不要了 可以直接打酒精 然后把它撬出来 然后我们把旧的胶给卷掉 现在我们把这个电池 然后这个排线拿出来 就椅子电芯 就是保留这条排线 然后才能显示电池效率 不会弹窗 好 好 现在我们就是拿这个原装的排线 然后再拿新的电芯 然后把它焊接在一起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只新电芯之后 它电池效率的话还是85% 因为苹果11以上激情话是加密的是没法直接通过这个盒子改效率 就要通过一个破解小板 然后我们现在扣下破解小板 现在我们扣上破解小板 就会看到电池效率是103 然后像我们这种话是要把小板拆掉 只是卡一下数据 可以看到这里有有坏小板的 但是这小板话 我们是不装的 这个小板话 会导致后期自动重启啊 等等奇奇怪怪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板是不装 只是说等一下 用旧电池去刷新一下数据 然后手机里面就会显示百分之一百 但是爱死的话 还是会显示原来旧的效率 现在给我们扣一下别的电池 好 可以看到屏幕比较暗 是因为没有 插那个感光牌 所以它是屏幕很暗的 可以看到重要电池信息 就是大家直接换电什么换的原装电池 也会提醒 无法验证 持iphone电池是证品 苹果电池 现在的话 把那个椅子还有电池 铁片 螺丝都打上去了 现在我们放进去 再保压一下